總人口約1800萬的南美國家智利 從2月初起民眾大規模施打 來自中國科興生物公司生產的滅活疫苗 目前已有超過33%的人口接種 成為全球疫苗接種率 僅次於以色列和阿聯酋的國家 不過智利民眾在接種中共科興疫苗的同時 確診人數卻不跌、反升 導致病床供應緊張 首都聖地亞哥今日也將封城 數據顯示 智利每日新增確診病例 已經從2月初的4000宗 上升至近期的5000宗 升幅接近30% 3月20號的新增病例更是超過7000宗 引發外界對中共疫苗有效性的質疑 當地醫生表示 不少70歲以上的長者 接種了科興疫苗 最終仍然病逝 最近還出現較多年輕重症患者 美國陸軍研究所前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表示 中共在2月份就聲稱 中國有2000萬人接種了疫苗 卻一直不對外發布真實的有效率數據分析 這個比三期臨床試驗的這個報告還要更有舒服力 而且這個接種的人群也遠遠超過 三期臨床試驗的人群數 所以這個本身就是中國在這方面的信息非常不透明 對於接受中國科興或者是國藥疫苗的國家來說 首先就應該要求中國提供接種疫苗以後 中國人自己有多少保護力的這樣的一個數據 3月19號 柬埔寨總理洪森發表講話 竭力推薦科興疫苗 但是他和他的妻子卻接種了英國的阿斯里康疫苗 另外 巴基斯坦從2月初開始相繼使用三種中國生產的疫苗 目前卻正在經歷第三波疫情 總理伊姆蘭漢3月18號接種國藥疫苗後 還被確診為中共病毒陽性 儘管巴基斯坦官方聲稱 總理是在接種疫苗前就被感染 但事件還是引發外界對中共產疫苗效用和安全性的擔憂 為了擴大國產疫苗的影響力 中共還把國產疫苗和簽證綁定 宣布對已經接種中國產疫苗的外籍人士放寬如今限制 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認為 中共的疫苗外交通常在缺乏民主監督的非民主國家 或者是民主還不成熟的國家起作用 打疫苗不能抑制疫情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呢 民間反對聲浪太大 或者是專船者自己也吃了大虧 那麼情況就會有轉機 現在看的還不到這個轉折點 但是事態會不斷發展 中共在疫苗管理上早就是臭名遠揚了 這種壞是內在的改不了的 可以預計這種疫苗外交最終提到鐵板 只是個遲早的問題 巴西1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 科興疫苗整體有效率在當地只有50.4% 目前巴西的每日確診病例 呈不斷上升的態勢 接種國藥疫苗的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等國 也在經歷確診病例不斷攀升的困境 另外在全面推行科興疫苗的香港 從2月26號至今已有至少7人死亡 多人出現面癱、中風等不良反應 相比之下 美國、英國和以色列 從去年12月中至今 只接種歐美的莫納德、輝瑞、阿斯利康和強生等疫苗 每日確診人數從1月初以來 分別打減75%至90%